然后接下来我要介绍另外一种叫做分布 也就是直方图 接下来请回到订单 我想要跟各位介绍订单里面非常重要的直方图 例如说请问我这边是不是数量 就是有人来超市买一样东西 或者是买两样三样四样 可是他所呈现出来的分布情形到底是不是常态 所以我们来去画画看 首先你要去画直方图 必须要有一个叫做数据 不过为了各位比较容易了解 所以我就用数据是1 那有1、2 那最多到多少 到14 计算1出现几次 2出现几次 那工具在这里 记住这个工具叫直方图 首先第一件事情 你的电脑里面没有直方图工具 所以我要把它争计进来 点选档案选项 3 争议级 4 ecell 争议级 执行 然后请勾分析工具箱 确定 当你勾好之后 麻烦请仔细去看 你的资料 这边就多了一个分析工具箱 然后接下来 直方图是点 资料分析 直方图在这里 好 点选直方图 确定 首先输入范围是数量 R2到R101 主界范围就是这个 我这边输入范围 没有选到数量 数量是R1 主界范围也没有选到XY 所以没有标记 再来我们来去看一下 输出 我这个直方图要放在什么地方 输出 假设我想要放在右边好了 这个位置 然后确定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分布 重点我们是要看到那张图 关键 这边听起来 我们来不听 这是什么 那张图 现在一定会有点 这是我 是 另外一张图 那对 我 不是 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